嗨兄弟姐妹们 我现在在外面遛狗 一是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二是跟大家聊聊天 转换一下心情 本来前两天 明明咱们都说好的一起守护能量场 然后一起开开心心 多赚钱 等待它回来 但是我今天 抱歉 我今天心情确实实在是不太好 昨天半夜发那个视频啊 解的不好 好多地方没有看透 说的呢 也有点语无伦次 好多地方我都找不到形容词来形容我当时的那个心情 我今天上午啊 本来是想 又把那个挂拿出来 我想再看一眼 看看查曲不漏 有没有我看错的地方 或者是看漏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 但是不行 我真的做不到 脑袋里面一团浆糊 感觉我的状态还不如昨天晚上呢 就是我一看那个挂 就血压上升 血气翻涌 就愤怒值瞬间就达到满格了 我根本就不想再看第二眼这个挂 哎呀 终究也是一个凡人 就是入局太深啊 即使是粗通一里 也难抵我心中滔天的恨意 我真的 气死我了 越想越生气 我越看越生气 就我之前说过啊 我看挂的时候那种能量的连接 和那种我所能感受到的信息 实际上要比我用语言表达出来是多很多很多倍的 我感觉我这个是真的 一顿把我拉到解放前 一顿把我瞬间拉回八月 我真的今天心情实在实在是不太好 有点压抑 所以我出来遛狗转换一下心情 这两天啊 本来我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我一直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国外灵 包括咱们的女族 都取得了这么优秀的成绩 想通过她们来聊一下 九子离火运 对于女性成长的这个意义 但是我现在也聊不下去 就是脑袋里没有什么积极正面的东西 都是一些负面的想法 然后今天就在沉浸在这种情绪里 其实我又突然发现了 郭爱玲身上啊 有另外一个可聊的点 所以就跟大家闲聊吧 聊一聊这个事 就是我们 当我们谈论喜欢一个明星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我现在有点理解 我们老一辈的父母啊 看不过我们年轻人的一些说法 一些做派 现在可能因为我也年龄大了 有些东西我也看不惯 比如说我现在特别不喜欢 娱乐圈所说的 小鲜肉 还有什么当红小花这种说法 包括爱豆这个说法我也不喜欢 不过我也理解 因为他们确实也只能配得到这样的称呼 在我很小的时候 在追星的时候 我大概是在小学的时候开始追星 我追星还蛮长情的 我这一生 不是 我就是期间为止 我就喜欢过三个人 第一个就是我的本命 就是刘德华 第二个呢是古天乐 第三个就是猫猫 只有这三个人 没有其他人 在我追星的那个年代啊 叫做偶像 偶像跟小鲜肉 什么小花 还有爱豆 这种名字 所蕴含的能量跟含义就截然不同 给我的感觉就什么 小鲜肉啊 爱豆啊 就是有一种 我出钱供养你 你负责取悦我的 这么一种不平等的感觉 有一种物化 以及索取 以及当作玩物的这种轻蔑感 但是偶像呢 我感觉就是 他身上有你欣赏的 信任的 喜欢的 并且想成为的那一部分 我喜欢的这三个人啊 身上分别都有我喜欢的特质 当然了这种特质是在不同年龄 是不同的变化嘛 在这个 刘德华跟古听了 咱们就不谈了 我相信 除了我肯定很多很多人喜欢他 是当之无愧的偶像 但是猫猫呢 我喜欢他的东西 刨出去逆反的这一部分 刨出去八月之后逆反的这一部分 我喜欢他的东西是 眼见着一个如此鲜活的生命 然后身上有这种 源源不断的青春的生命的向上勃发的能量 而且对待事情既刻苦又专一 然后对待人呢 真诚付出 对待感情呢 也能够勇敢的直面自己的内心 他实际上是替我实现了很多 我自己在生活中怯懦的懒惰的一面 就是他的那种自以飞扬 他的那种乐观向上 他的那种真诚坚强 都是我欣赏的品质 也是我希望能够拥有的品质 所以我特别的喜欢他 这些所有的品质都不是一个 每天打扮的美美的出现在镜头前 然后非常能找准镜头 能熬好造型 在微笑的时候能露出标准的八颗牙齿 这些明星能够做到的 因为他所有的这些品质 无一不显示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既然是一个人 有优点就有缺点 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就有不如我的地方 如果我喜欢他 我就要全盘接受 我没有办法把他剥离 有一个姐妹曾经给我私信留言 说了一下 他身边的一个朋友 喜欢猫猫各种分裂的行为 说他不爱猫猫吧 八月份的时候哭得私心裂肺 说他爱猫猫吧 他又不相信各种澄清 觉得去过了就该死 然后说他不爱猫猫吧 看着视频又哭得不行 说自己非常想他 说他爱猫猫吧 又对他所有的真情实感的表现 视而不见 只相信这些洗脑包 在我看来 他爱的根本就不是猫猫 他爱的是他自己心目中 那个美好的圣洁的猫猫 他没有把猫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是一个物化的符号 是一个贴在墙上的画 放在供桌上的牌位 永远不能改变 那个画上面的笑容角度永远一样 那个人永远不会犯错 永远都那么深情的 微笑的看着你 不可能有一丝一点的缺点 你这不叫喜欢偶像 你这叫喜欢你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欲望 我为什么从古爱玲又想到了这个猫猫呢 因为在我心目中啊 他们两个人对于人的意义是一样的 都是那种 让人能感受到生命的活力的那种形象 然后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内 用尽心力去拼搏 去争取 在对于自己的生活 每一个方面都用力的去生活 热气腾腾的生活 努力的做好自己 实现自己的愿望 发展自己的爱好 至于结果 也都是选择拼过 顺其自然 有这种强大的心态 来面对输赢 面对结果 在我心目中 他们两个人其实有很多一样的特质 这句话有可能昭黑啊 可能很多人觉得 我把一个明星拿来 跟一个奥运会冠军相比 可能觉得不太合适 但是这个 人跟人的感受 就是主观感受 这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不喜欢 你就憋着 在我心目中 有一个人比猫还要惨 就是刘翔 刘翔是在2008年的时候 在举国瞩目的情况下 比赛失利 没有完成比赛 瞬间就从一个国民偶像 跌落凡尘 就是变成了破骨万人锤的 这么一个状态 虽然我们都很伤心 很失望 但是最让人 最伤心 最失望的 还是他自己啊 而且他也仅仅是在奥运会的比赛上 实力了 他在其他的国际大赛事上 依然还是我们黄种人的骄傲 他比猫猫惨的地方在于 猫猫是败给了 嫌恶的人心 败给了黑料 但是呢 刘翔是败给了 人们的偏见跟执念 这一种更难纠正 更难让人改变 对于他的想法 但是呢 从这近几年来的比赛啊 大家可以看出来 大家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 我们已经可以接受 一个鲜活的生命 而不是一个符号化的偶像 我们可以接受拼搏就好 输赢不重要 这种比赛的结果 因为我们已经逐渐的认识到了 无论比赛结果是什么样 所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肯定都会拼尽全力 想争取最好的结果 无论结果什么样 都不能抹杀 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 付出的牺牲 我觉得我们喜欢偶像明星 和喜欢这些运动员是一样的 我就暂且说是偶像吧 见闲思奇 我们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 努力的去追随 努力的去靠近 这样就足够了 至于他的缺点 在我这里来讲 就我个人的观点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我觉得不重要 只要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有缺点才说明他更可爱 才说明他真实 我没有办法剥离他的优点跟缺点 我喜欢的就是这一个人 更何况他又不是一道数学题 负一加正一就等于零 优点跟缺点就抵消了 或者是说正一加负二等于负一 他的缺点比优点多的时候 那个正一就不存在了 这也太可笑了吧 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致歉 这个我今天确实是心情不太好 可能又说的有点语伦次 或者有的地方说的比较气冲冲的 大家就多包涵吧 然后我就偷一个懒 用了一个我以前视频里的一幅画 当做封面了 也是能比较恰当的表达 我现在的心情的一幅画吧 然后最后还有两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过年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给大家送福利 我真的一直特别特别的感谢大家 我又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 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就是用那些投币的币 买一些什么头像挂件 我觉得那种本来也不是我的东西 本来也都是大家贡献给我的币 我再拿过来送给大家 太没有诚意了 然后我本来是想 送大家一些丝毡的名额 但是后来我又改变主意了 我觉得我对于这个解挂的水平 确实是有待提高 说句实话 我对于给猫测给狗测 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大不了就是觉得我不准 就无所谓 觉得我准不准都无所谓 因为我准与不准 对于他们实际生活 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他们也不会听到 但是思真啊 如果是说我的 因为我的水平不够 给出了错误的建议 这样呢 我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 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 我觉得我现在的水平 还是不足以能够给一个人的生活 一建议 虽然是说有几个人是请求我 我答应了 因为真的是他们生活中遇到了很大的难事 很迷茫 我就是一时心软 也答应了 但是呢 我以后就不再接这种思沾了 第二件事情呢 是我又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 给大家送福利 而且这个福利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 这也是我新点亮的一个新的技能术 能不能点亮呢 我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我争取啊 尽力 大概率是能成功的 如果我成功了的话 就当我给姐妹们的福利 如果成功了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 现在暂时保密 然后广场上的阿姨们开始跳广场舞了 我也准备回家了 拜拜